哈喽大家好,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啪啪啪啊啊啊啊光能电影的影色 帅的吊渣 今天给大家讲电影是《黑暗天际》 一个孩子突然嗷嗷叫的故事 老白相遇带着俩儿子在郊区生活 大儿子小时候身体不好,老好过敏啥的 长大点身体好了,就开始叛逆了 小儿子倒还乖点 老白最近失业了,成天积极歪歪的 全家就靠相遇撑着 报警器坏了都舍不得休 有天晚上,大儿子给弟弟讲着一个有关睡魔的故事 祥玉停着客厅里又生,就起来看,只见冰箱门开着 里面吃的撒了一地 西瓜葫芦被啃了个溜干净 诡异中还透着丝丝的搞笑 老白第二天还开玩笑呢 没准就是哪个大兔的溜咱家吃的东西来了呢 没过几天,怪事又发生了 家里的瓶瓶罐罐,不知道被谁摆成了个金字塔 天花板上还硬着奇怪的图腾 正好小儿子也起来了,祥玉便问他 看见是谁干的没 小儿子想也没想就说,是睡魔干的 小玉就当的是在放屁了,也没往心里去 但四日警察来了却表示 你们家没有被入侵的痕迹 我建议啊,你们都观察观察你们家小孩 以往发生类似案件,多半是家里孩子梦有干的 还有啊,你们还是把自动保险器修好吧 这钱不能省啊 俩人到底停圈,马上就扎紧裤腰带 给保险器修上了 谁料当晚,保险器突然保险 把一家人全挣起来了 可安保公司却表示 老白家中八个出入口的感应器 是被同时出发的,应该是系统故障 老白刚放下心来,随即就发现 柜子里的照片居然集体消失了 就留下了一堆空相框 这几个椰子呀,入侵者搞行为艺术啊 偷我照片,夫妻俩想到警察的提点 在家之前小儿子说过的话 就去问他,这回这事是不是也是睡魔干的呀 结果小儿子说,他不让我说 老白一听这话,当场料尽照片的小儿子拿的 跑到他屋里一顿烦,翻着翻着 他耳朵跟着突然痒了起来 老白停下手挠起了耳朵,心里面老伤火了 次日,他带小儿子出去玩 刚玩了一会儿,小儿子突然尿裤子了 老白赶紧过去哄 谁料小儿子处在那里一动不动 跟被人点了血似的 老白上去晃了去两下 他却突然发出了尖利的怪叫 另一头,香玉在家坐着家屋 突然翻到了小儿子画的一幅画 是一个灰色的巨人 牵着一小孩,画风非常草率 香玉短详了一会儿 哎,我儿子没啥一出钱问呢 这时,窗外传来声音 香玉就走过去看 突然,一只鸟直挺挺的冲了过来 撞死在了玻璃上 香玉被吓了一跳 还没反应过来咋个事呢 就又有成百上千只鸟撞了过来 啥事件 他家门前的草坪上已是失衡遍业 相关人员已经把尸体带回去沿着了 不过初步判断 可能是这些鸟中爆发了啥疫情啥的 忙完了这档的事 夫妻俩把小儿子都叫到身边 问他刚才是怎么了 喊啥玩意儿啊 结果小儿子却成 不太记得那会儿的事了 他就在草坪上跟朋友们玩 玩着玩着就控制不了自己了 老白香玉也挺仇性的 决定给他请个新医生 可当晚怪事又发生了 香玉起了个夜 香玉咋老起夜呢 是不是慎不太好啊 反正就是他起夜的时候 听着小儿子不知道在跟谁说话呢 就赶紧过去看 谁这屋里一个人影呼一下就上去了 一开档儿子也不在床上了 夫妻俩一通找 最后发现儿子光着膀子正往外面走 老白一个箭步就把他给抓住了 叫了半天这小孩才清醒过来 还问爸爸呢 咱们跑外面来干嘛呀 回到房间后 香玉心里很不安 就感觉最近发生这些事很不寻常 老白去厕所洗了把脸 耳后愈发的痛痒难耐 拿镜子一招 只见耳后起了很多红针 好端端的怎么会这样呢 最后夫妻俩一商量 决定在家里装上了监控 可是一晚上过去再查监控时 却发现这白天都好好的 一到晚上 突然有一股奇怪的电流波动 依次穿过了每个房间 老白觉得诡异 但也没想明是咋回事 另一头 香玉在工作时 突然身体不受控制 直挺挺的走到床前 疯狂拿头装玻璃 等他醒来时 已经被人送回了甲 脑袋都撞子了 关键他还不记得咋回事了 这懵逼呢 经理就打电话过来 把他停止了 还好是老白那边找着新工作了 不然也不用操心灵异事件了 光饿都饿死了 没一会儿 动物中心那边 给香玉来电话了 说是精简的啊 那些鸟身上是没有病毒的 而且更奇怪的是 那些鸟来自三个群体 而非最初推断的同一群体 也就是说 是有三拨来自不同方向的鸟 突然撞向了香玉家的房子 就好像那有什么东西 吸引人他们一样 香玉赶忙上网一寿 发现还有很多人 遇到过跟他们家一样的诡异事件 大家认为 这是外星人入侵 香玉本来也是将心将矣的 谁料当把 老白也失控跑到了屋外 他赶紧把搜到的东西 告诉了老白 可老白不信 外星人入侵地球会选我家 结果第二天 两个儿子也双双出身 大儿子在野外突然失控 而后身上还出现了奇怪的烙印 小儿子的身上出现了大量余伤 导致香玉两口子 直接被怀疑虐待儿童 这回老白服了 听了香玉的 去找了网上提到的一个专家 专家名叫王鼠 也是经历过外星人入侵的一个人 说这种外星人 名叫灰人 他们潜入地球 观察人类 就像科学家研究小白鼠那样 遭遇他们的人 会遇到动物异常行为 身体会时常失去控制 而且容易得一些怪病 像是过敏之类的 有时候灰人还会在人类的耳后 注射药物控制他们 一般人类是发现不了他们的 但是狗可以 而且他们行踪的暴露 其实就意味着实验的结束 就像是倒计时 等到人们身上开始出现土疼 就是他们已经要把某人带走了 王鼠问老白 你们家谁最先接触的外星人 老白回答 我小儿子 那估计外星人就是要带走他了 一般灰人最先接触的 就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那一个 香玉看着王鼠家贴的 满墙的失踪儿童的报道 不由得害怕了起来 那我们只能坐以待逼了吗 王鼠表示 也不是 之前也有人被带走后 又给送回来的案例 灰人抓人钱 会先让这个人被鼓励 而你们要做的 就是一家人团结一致 让绑架变得困难重重 最后他们嫌费劲 就会令得他人了 于是老白一家决定团结一心 保护小儿子 买了枪 领养了大狼狗 还把家窗全盯上了 他们一准备好 外星人就来了 你没准备好我都不来 狼狗最先发现了 外星人的位置 冲着那边狂吠不止 然后这时候你就发现 这一家人做的一切准备工作 什么钉窗户 什么枪都没有用 狗也就告诉你上 外星人来了 然后就没啥用了 一顿法术攻击 一家人就被外星人包围了 然后就在这个房子里走散了 大儿子赶紧去找弟弟 紧接着就陷入了幻象 当然好不容易追上弟弟时 幻象消失了 老白相遇和他弟 都站在他身后 一脸惊恐的望着他 而刚才他追的那个弟弟 居然是外星人伪住王子 哎呀 失算了 然后大儿子就被抓走了 从此失踪 过了好一段时间 相遇 葛家收拾大儿子的遗物 无意间翻到了他小时候画的画 恶然发现 上面居然也画了灰人 他这才反应过来 王叔说过 接触过外星人的人 容易得一些过敏之类的怪病 大儿子小时候可不就是好过敏吗 再看大儿子的第二张画 画的是一只兔子和他手牵手 还记得家里最开始出现怪事时 是发现好多胡萝卜被吃了吗 那时候老白就开玩笑说 莫不是家里来的只兔子吧 而且睡魔的故事 其实也是大儿子给弟弟讲的 所以外星人的入侵早就开始了 第一个发现外星人的人 其实是大儿子 合着四位保错了 这时小儿子对讲机突然想了起来 那是他跟他哥哥平时捞磕玩的 他拿起对讲机 试探性的说了句 呼叫总部 几秒过后 对面传来了大儿子呼喊 可见大儿子还是有被救回来的希望的 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小孩话话还是很能说明心理状态的 没准就能预示未来的很多问题 想我小儿话的话 都被我妈在发现的一瞬间 当场撕毁扔掉了 所以她就没发现 表面文静的我 最后居然成了一个屁壳漏子 记得跟大家关注我圣色 See you